原来 如果顺着达尔文的进化论思路 我们对于人这个万物之灵 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 人是最高级的 强健的和最具有优势的 这个学说有没有什么重大逻辑漏洞呢 这背后的哲理思想有什么样变革 请听本课讲述 我们今天的生物科学由达尔文开纪念 那么从一般表观现象上讲 达尔文现学说迄今仍然成立 是解释生物学现象和解释生物学分化的最好理论 但是大家听我课 说我的课程始终暗含着达尔文愿味 那是你没听懂 因为我的学说是对达尔文学说的 一个更深层的逆反讨论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达尔文的眼界是局限在生物进化这个角度的 如果你把生物进化往前沿 那么在上个世纪生物进化之前发现分子进化 小分子无机分子发展出大分子游击分子 那么分子进化又前面出现原子进化 从化学元素周期表第一号元素氢 逐步演化出后面的更复杂 原子量更大的原子 原子进化之前又发现粒子进化 那么在这个整个更大尺度的进化史上 物演进化史上 我们会看到是一个相反的局面 就是越演化越高级的物质存在形态 或者物种 它不是越来越强大了 它是越来越衰弱了 它不是存在度越高了 它是存在度越来越低了 这个话题我曾经在老子课的后半部分讲过 所以我不愿意在这里再重复 而且大家注意 达尔文学说里有三个严重问题 第一达尔文承认 变异是随机的 达尔文那个时候不懂基因 他不知道遗传物质是怎么回事 当时什么东西导致遗传和变异 这当时在生物学家是一片黑暗 争论非常复杂 有人认为遗传是液态混合 有人认为遗传现象是粒子混合 什么意思 比如父母个子都狗 生下来孩子个子基本上都狗 父母个子都矮 生下来孩子基本上都是小个子 父母一高一低 如果生孩子量很大 比如生十个孩子 你会发现孩子身高是由高到低 各种形态都存在的 于是人们就认为最初的遗传物质有可能是液态的 因此才能造成这种混合 但是又发现 比如父亲是色盲 母亲不是色盲 生下的孩子有的孩子是色盲 有的孩子不是色盲 就是说父母的性状在孩子身上是分离发生的 这又显得遗传物质是由粒子组成的 也就是说遗传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时生物学家是说不清楚的 达尔文也搞不清楚 真正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的人是孟德尔 而且孟德尔把他的研究论文 包括数学计算全部结论非常清楚 寄给了达尔文 达尔文居然没有回信 也居然没有反应 当然有可能原因是当时达尔文著作发表以后 全世界骂达尔文的声音淹没了达尔文 达尔文整天收到成百上千封都是骂他的信 所以见信都不改拆封造成的 那么达尔文当年他发现 虽然不知道遗传物质是什么 但是他发现遗传和变异 尤其是变异是随机的 所谓随机就是任何一个 今天我们把变异叫基因突变 这个基因突变是在各个方向上发生的 不是定向的 但是演化却是定向的 达尔文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达尔文在他的书里一再讲 变异是随机的 但他没有回答 为什么演化整个大尺度的进程 却是定向的 我们只看到从低等生物 向高等生物进化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高等生物向低等生物进化 我们只见过猴子变人 我们从来没见过人变猴子 因此呢 这个问题达尔文没有回答 第二 达尔文的学说里暗含着 最适适者生存 这个词 我这个词最适者生存 是达尔文的原文 那么按照这个说法 那么越高级的物种 就被达尔文确定为是 越有生存优势的物种 是不是这样 当然是这样 所以按达尔文学说 像我们人类 作为最高级的进化产物 它当然就是最具有生存 优势的生物 我们今天所有人都是这种看法 因此我们被称为万物之灵 我们主宰万物 所有万物都被我们鄙视 所有其他生物 都被我们叫野兽 叫牲口 可是奇怪的是 如果你在大尺度上考察 你会发现 所谓适应性越强 越高级的物种 它的灭绝速度 却反而越快 单细胞生物存在38亿年 从来没有灭绝过 中等生物恐龙 爬行卵生动物 结果存在了1亿6千万年 灭绝了 哺乳动物 只存在7千万年到9千万年 人类出现以前 99%以上早已灭绝 人类 我们今天才存在 直立人300万年 智人才不过20万年 我看离灭绝也不远了 那么我们会发现 越高级的物种 灭绝速度越快 这跟逝者生存 优势物种的说法 完全相反 这是达尔文学说的 又一个重大破绽 大家要注意 达尔文是专门讨论过 生物绝灭现象的 但是他没有做系统考察 这是达尔文学说的第二大缺陷 第三 达尔文讲物自然选择 只是讲生物进化的外部动力和外部力量 那么生物为什么会不断地变异 为什么基因会不断地突变 而突变随机化 又为什么不断朝一个固定方向进化 也就是越来越衰变 灭绝速度越来越快 结构越来越复杂 体系越来越脆弱 他为什么朝这个方向进化 他的内在原因是什么 他的底层动力是什么 达尔文也没有考察 于是达尔文学说就表现出三个方面的重大缺失和偏识 你仔细读达尔文的书 如果你对照我的书 那么你就会发现达尔文所讨论的问题 是我书中所讨论的代偿层面 就是所谓物种的能力 适应能力不断升高 是我书上所讲 存在度不断衰减所产生的反比函数效应的代偿能力增加 也就是达尔文只讨论了代偿面 底层的那个自变量 那个决定要素 他没有讨论 因此达尔文学说就出现了严重的被返 出现了严重的疏失 那么我们换一个大尺度 如果越高级的物种 越高级的物质存在形态 它实际上是衰变的 我们在大尺度上如果重新看待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得出的结论 即使自然选择这个表观代偿层面仍然成立 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却完全相反 也就是越高级的物种 越净化晚级的物种 它一定是越衰变的物种 它一定是越衰弱的物种 它一定是越不具有生存优势的物种 它一定是最高生存劣势的物种 于是整个问题的讨论导向 就完全相反 所以大家首先要把这个部分听明白 那么你才能知道 我今天讲课的方向 大家听我所有的课 我为什么在老子课 我就专门把低弱代偿原理最大节的东西 给大家摆出来 放在老子课上讨论 就是提前给大家一个逻辑脉络 这样我所有的课程 你才能跟着这个逻辑关系听明白 那么在人体哲理这个部分 它仍然是用低弱代偿原理的方式 从更深层解读达尔文系统所建立的现代生物科学和现代医学理论的基础颠覆 因此这节课的名字叫人体哲理 达尔文的学说有着三大漏点 一是没有大尺度揭答演化单向性问题 二是暗含了逝者生存越高级越生存度高的思想与事实不符 三是没有考察生物内部进化的力量 因此自然选择是在表现上的成立 但根字里的结论还需要深度探讨 这也是地弱代偿原理与进化论的根本差异 接下去请听先生继续开课 关于更大尺度的物言法则 我前面点滴带过 大家回想我在老子课上的那个讲述 你就知道 我在底下一个更深的层面 重新讨论进化现象 实质动力究竟是什么 以及实质方向究竟是什么 这个问题 那么下面我们直接讨论一些细节 生物进化的畸变与衰变进程 如果不按照达尔文的那个思绪 最适者生存 如果不得出达尔文式的结论 人体是最高级 最强健 最平衡 最具有生存优势的有机体 那么我们反过来看 万物都是在衰变的 存在度都是一路在下降的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方式来看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 整个生物进化的过程 实际上是一个衰变和积变的过程 这个话题 我给大家举例子 为什么38亿年前 最简单 最原始的单细胞生物 迄今是地球上生物质量最大 生存能力最强的物种 38亿年从来没有灭绝过 是因为它是最强健 最完美 积变程度和衰变程度最低的物种 大家知道单细胞生物 最原始的单细胞生物叫原核生物 以后发展叫真核生物 真核细胞 最原始的叫原核细胞 真核细胞融会 多细胞生物开始 高级物种逐步展开 那么一个单细胞 它是一个非常完满的生命 它的细胞末上不满受体 细胞末实际上既是信息通透末 又是物质能量交换末 由于细胞表面积极高 大家知道任何一个物体体积越小 表面积值就越大 比如你把一块酶 它的表面积值 在它这一块酶的体积上 如果设定为一 你把这个酶打成粉末 每一个酶的粉末的表面积值 就会大大增加 这一块酶的整个表面积值 就会成万倍成亿倍增加 以至于你把酶的粉末 堆积到一定量 仅是空气中的热量 就能使它自然 那么单细胞 由于体积极小 表面积值极高 而它的表面积上 布满信息感受 叫受体 和能量交换的通道 因此它的生命力极强 它只要太阳光一照 它就已经获得 全部生活物质的要求 代谢要求 叫自养型生物 也就是它不用吞噬其他生物 它就能获得自养 而且它既是自养体 又是繁殖体 所有生物基本功能 能量自养 和增殖生殖 完全体现在一个细胞体上 所以它生命功能强大 尽管它结构最为简单 越简单的结构 反而越稳定 这使它保持38亿年 从来没有灭绝过 生物进化的过程 大家要知道 生物进化最重要的 基本内涵 是增殖 性增殖 由于生命过度弱化 它比无机物 比分子物质 比原子弱化得多 因此到生命物质出现的时候 它只能用一个办法来保持自己的长久存在 那就是通过增殖 父亲死了儿子戒 儿子死了孙子戒 这就像接力长跑一样 它不能像过去此前的无机物质持续存在 它只能通过接力存在 才能保证自己永存 这就是增殖现象或性这个东西成为一切生命运动围绕的中轴点的原因 所以生物在增殖的过程中 它最基本的诉求是 尽可能原样百分之百地拷贝自己 这叫遗传 可是生物又避免不了发生变异 为什么发生变异 我们在科学上的直接的表层原因上看 比如宇宙辐射 比如化学物质 比如基因结构太复杂 发生 无法发生完整交替 这都是变异的原因 但是越原始的生物 变异度越低 遗传完整度越高 比如单细胞生物裂质发生 一分为二 它的基因组型完全一样 那么当单细胞生物不得不转化成 从原核到真核到多细胞融合 它实际上是基因突变 我们今天用这个词 过去叫变异造成的 请大家注意什么叫变异 我们今天用变异这个词 让人感觉到 它是一个好事情 或者是一个正常事情 可是如果你想想 你突然生了个孩子 他有三个鼻子 或者有两个脑袋 或者有八条腿 你会感觉到这变异是好事情吗 你把它叫什么 你把它叫畸形 是不是这个字 所以你要站在单细胞最稳定 最圆满的生命立场上看 任何变异其实就是畸变 所以细胞的每一次变异 实际上是对原有完整生命 或者存在度最高 最具有生存优势物种的一次畸形化发展 这才是变异的实质 畸变的过程就是我们前面讲 万物演化存在度不断降低 在生物阶段表达为衰变的基本方式 好 我给大家举例子 大家想 一个单细胞生物 我刚才讲过 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生命 大家想 如果变成多细胞生物 它会出现什么问题 它的细胞末立即有一部分被遮蔽 而我讲细胞末是任何细胞生命的信息通道 和物质能量交换通道 细胞末上不满受体 那么一旦受体和物质能量交换通道被遮蔽 这是多细胞融合体必然带来的结果 所以多细胞融合体一旦发生 生命的存在状态和存在形式 就有恶化 那么最早期的生命 是这样排列的 我们在生物学上把它叫单胚层 就是细胞只分布一层 这个时候细胞末部分被遮蔽 但细胞末至少还有几面 是对外开放的 它的遮蔽度比较低 那么再往下进化 就会出现这种局面 我们把它叫双胚层 比如枪肠动物 它卷成一个双层细胞的场管 大家知道到双胚层 细胞末的遮蔽程度就被进一步提高 细胞本身的生存状态 进一步恶劣化 所以它虽然物种变得更高级 但是它实际上生命力存在优势衰减了 好了到此还不结束 再下来就出现三胚层 也就是细胞分布成三层 我们人体所有的器官都是三胚层细胞结构 要知道早在扁形动物 三胚层细胞组织结构就发生 请大家想 到三胚层发生的时候 中间这一层细胞 它的细胞末完全被遮蔽 它必死无疑 也就是立即发生细胞组织系统中间层的坏死 这是绝不可免 于是它逼迫着这个细胞 必须分化出一种变异细胞 这就是神经细胞的来源 其中一部分细胞转化为肌肉层 一部分细胞转化成神经元 或者叫神经细胞 然后由这个神经细胞 把这个有机体摄取的能量和信息 重新调配给有机体各个细胞群 所以我们认为神经细胞出现 是一种高级现象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一个高度机变化的产物 所以大家意识到 生物进化的过程 从它最基层的细胞生存角度来看 它是一个不断畸形化 生存形式不断恶劣化 不得不进一步积变 从而维系那个原先积变系统的平衡 使这样一个过程的不断演化 构成生物体有机体结构 越来越复杂的进程 我想大家应该听明白这是什么含义了吧 所以呢 我们讲什么叫生理 既往认为生理就是生命解剖 生理功能的最佳调配适应状态 可大家如果听明白我这一点 你就会发现所谓生理 其实只不过是病理积变过程的叠加化 有序化和系统化 这就是所有高等生物的生理 我再说一遍 一切高等生物的生理系统 实际上不过是进化病理积变过程的叠加化 有序化和系统化产物 因此一切生理的底层代码 是一个病理进程 因此越高级的物种 它的结构虽然越复杂 表面上看它的适应能力变得越来越强 但实质上它是一个病理堆积过程 是一个畸变叠加过程 是一个系统衰弱化和复杂化过程 这才是生物进化的实质状态 大家想 最初一个单细胞 它是没有任何疾病的 变成双培层 进入一个肠管 最早期的叫腔肠生物 它就是一个两层细胞的肠管 海水从中间流过 营养自动摄取 在两层细胞间分贝 所以这个肠管是没有任何 绝不会拉肚子之类的 它是绝不得病的 等这个肠管变成三培层 中间培层的细胞就不能存活 于是神经系统就得发生 加以调配 所以到扁形动物出现神经网 神经之间互相连接 从此重新调配每一个细胞的营养供给 神经网是混乱的 信息传输没有导向 于是形成最原始的另一个畸变 再长一个神经流子 叫神经结 把一些神经网的信息 在这个最低级的神经结上加以处理 再输送给各神经网 这个时候结构越来越复杂化 肠道里面的营养物质的 光凭这个海水简单的流过 就已经不足以维持 更复杂的有机体系统 于是自养型生物 逐步转化成营养型生物 差异的营 所谓营养型生物 就是它得通过摄取其他生命物质 作为自己的能量来源 而不像早期的单细胞生物 太阳光一照光合作用 它就已经获得生存的所有能量来源 营养型生物一旦发生 它就必须有运动系统 最原始的运动系统 边毛虫 它的边毛就得出现 因为它得去寻找食物 寻找能量和物质 这个系统一旦发生 大家想 它需要的能量就进一步增加 于是它原来一个小小的场馆 就不足以承担 于是它得有胃 然后它得有牙 然后胃研磨的食物无法消化 它得有肝脏 来分泌胆汁 如化脂肪 然后它得有胰腺 分泌各种酶 化解蛋白质和脂肪 它的脏器就变得越来越复杂 它是通过不断地积变 不断地积累这个复杂 积变过程的系统化 来完成 于是你的肝病 移腺癌 你的胃病 全部发生 请想想 那个单细胞 它就没有胃 何来胃病 那个腔肠动物 它只有一个两层细胞的肠管 它会有什么病 所以一切生物的逐步复杂化 是一个积变化的积累过程 这个积变化的病理过程 本身系在它的存在过程中 不断得调节自己的系统化功能结构运转 这构成后世生物的生理 但也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积变病理过程 因此它为后来所有的疾病发生 奠定了基础 是不是这个道理 比如一个最初的神经节 随着有机体越来越复杂 设计信息量越来越大 神经节根本处理不了 于是下面出现低级神经中枢 也就是我们的脊碎 那么脊碎部分只管内部的身体运转 生理运转 可我们摄取的能量越来越大 越高等的动物需要的能量物质越来越多 于是它得大量的捕捉物 其他动物 它就有复杂的运动系统 于是它得从内向的生理调整和神经调整 叫植物神经系统 转化出外向的感知系统 以便于捕捉外面的代谢物质 这个过程就使得你的神经系统 从内向外向双向发展 变得越来越复杂 于是你只有神经节 只有低级神经中枢就不行 你于是就得发生大脑 从中脑部分逐步发展 到大脑部分的出现 于是神经系统也就变得越来越复杂 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你的功能不断地复杂化 是因为你在衰变的过程中 你的有机体的生存形式越来越恶化 你不得不叠加积变来加以补偿 才构成这个最复杂的有机体体系 它是这样一个病理进程和积变进程的堆积产物 这就是为什么越低级的生物 你越看不到它生病 越高级的生物 生病的量就越大 而人类就成了病胚子 整天生病 原因就在这里 因此 进化与进步的实质 就是衰变与积变 请大家理解这一点 地弱思想的提出 让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为之一变 在这一刻中 先生应用地弱代偿原理 对于万物一系的演化 进行大规模整理 提供了一个完全与经验相左 却更加合理的模型 那么 如果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文明的发展 我们又会有什么结论 请听下一刻讲述